大家好 上次刚测完青春又你三的冠军是谁 第二天就爆出来节目被广电哲令停播 因为什么倒牛奶 具体不是很清楚 还有余景天退赛 他是因为什么双重国籍 还有父母一些缘故吧 不管了 来看一下他未来的发展 之前我测试冠军应该是余景天 现在被退赛了 好 来看一下吧 这个是旧事直入了 还是说还有起色未来的发展 他是02年8月21号狮子座 看着命局 心今生在生月秋天 桌下有金 这明显就叫伤官格 这属于伤官配应 不管怎么样 这种命格确实就容易有争议 这个类似于肖战 他的这个结构当然有所不同 只不过这个也是先是伤官 然后是阵营 这种人是容易有一些非议的 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他个人 肯定是主观原因怎么样 多多少少都因为他 但具体不是说他做的有多坏 怎么有他就容易有这样的事情 伤官嘛 他就有这样的特性战 今年是新丑年嘛 车无相害 制作偏硬 偏硬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种非议了 当然有了 这种也得看在什么样的环境嘛 在当下可能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国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事情 好 这个不去管了 就是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这明显确实 从个人来看的话 确实适合唱歌的 因为上官主说主唱 表达能力很强 一般来说这种播音主持 其实都没问题的 唱跳应该都还好 这种金白水清 金白水清嘛也算是 然后走的运呢 不太好 虽然说他家庭条件应该还可以 然后呢 这个也很优秀个人 但是少说运者的不好 因为现在走的是根虚嘛 今年是新丑年 丑行虚 制作偏硬 偏硬家庭 代表是非了 那么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过去的反正就 因为一定很小嘛 也没什么过去 就是参加什么选秀节目吧 这些这一类吧 那今年新丑年 他就是有这种型的像 就是代表是非 你说官司肯定不至于 这个和他没什么关系 上官配音嘛 这个没办法的 今年肯定这种比赛 估计本身就被停赛了 可能会延播吧 延后播放吧 我延迟一个月两个月吗 不清楚啊 以他个人来看的话 未来发展好不好 还是就此植入 按我的理解的话 或者说我的来看 应该 你说这个可能会参加其他的比赛 或者是在别的什么样的发展 国内的话确实难一点 因为本身偏硬 再将这个运走的不好 有行 这个有和虚是相穿的 今年是有一个行的像 糟糕 明年呢 明年是愣一年 隐身冲 也有冲 而且天干见 隐木 这种 欧年都还可以 但是 可能 就算他现在在 比如说在中国 可能不是很好 不代表他去国外不行 这个意思 国外应该也 他本身这种 个人能力是很强的 上官的 上官阁的人 一般来说唱跳 这类是没多才多艺 表达能力强 心高气 是有的 没办法 上官配音 争议也有 说明是比较有优秀的 个人能力突出才有 如果说这个 比如说参加这个比赛 是倒数的 或者说是比如 酒味里面是垫底的 我估计就没有 这样的事情 个人的理解 我是不支持 不反对 个人的自由 不去高不攀 低不踩 长得还蛮帅的 个人能力也突出 有点可惜 我认为 反正结论就是 他未来的发展 可能这个是受限制的 没办法薪酬 加硬 加醒 这种可能总是有这样的事情 估计这个出道都难 如果都退散了 那你说参加中国的其他一些 这个选秀可能性不大了 其他的不过只能去别的 别国吗 那没问题 别的国家的选秀 或者说别的 别国的一些 这个节目应该可以 这个点没问题 这个东边不亮 西边亮 对他而言可能确实有遗憾 未来的发展应该还好 所以这个运 那到什么时间点 27岁之后 陷害 不过这个时间太长了 今年便宜 明年热银 明年老虎 明年虎年 鸥鸥去山河火 官杀也来 你想要说靠这个 一个所突破很难 只能够去 从事不一样的一些职业 不一样的职业 不能够说直接去 参加节目啊 什么选秀啊 这一类估计难 可能不一样的一些职位 或者说别的 这个地方去发展 这没问题 想要继续去 没办法 能力很强 唱跳都可以 二五年 更加有麻烦的事情 山河火 火箭莱克 更加是非多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它越来越好 可惜吧 能力强的